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继续回响也不太慢 红衣是精明选择,在近内档那边 接着那一针是电奥十一的初出马 接着才看到日日型 接着还有酷霸王拍着英雄战歌 包紧给暂时另一部初出马的郑大哥 跑了600米,前面嘉莹勇士 踏着戴头好像很小 反而精彩勇士要先骑 中间一代宗司来到这里已经不多 外档上来就红海风帆 近内档那边有专家,精明选择和英雄战歌 最200米前面嘉莹勇士 但是骑下是不是有这么多呢 暂时还维持到优势 但是精彩勇士没有让他开 内档那边有码上来 专家和精明选择 几匹码平牌 结果内档那边精明选择 中间有一只精彩勇士拍照 结果精彩勇士已经赢 精明选择第二 第三名结果是专家 第四名就是洪海风帆 我以为嘉莹勇士有惹 回来又没有说有什么 一停就停 我以为他气管有血才会一停就停 回来是酷霸王 回来是气管很多谈 但这一阵看票 好像一组都知道他气管多谈 想起退到十倍 可能是一组弱组 因为他赢英雄战歌 英雄战歌 但这组都很弱的 其实你看他回来 大家都斗爬 那些一代中司很早期 你以为他回来很美吗 不是 他有奖金 他还跑第六 我以为嘉莹勇士 如果健康没问题 应该是横数 深谷他也推到 一边有事 但一陀天会没有 如果没事 再重新估计 现在赢一贱一阵都不是太 layer 精彩勇士 都 dry規了 都很接近,看看頭碼的照片 精彩用事,杜倩先,精明選擇是第2 其實很接近 在裡面輸了一點精明選擇 第4名的照片,洪海風帆,看到杜倩先 佳應用事就得到第5 分斷時間,頭段12秒91,第二段20秒57 短段很慢,23秒03,總時間56秒51 即是,吳彭智那些說,冠軍輸了這場 都說睡不著,眼睛看起來以為他會贏 第一眼看起來,第二眼看起來要拍 第三眼,原來已經輸了 因為沙田看起來,沒那麼好處 在來蘭應上,要在菊草,他應該贏了 過了終點後,一步就他贏了 這組真的比較弱一點,在我心目中 幾隻在菊草跑得不好,轉過來跑 沙田那些精明選擇,專家 在菊草跑到一塌糊塗,過來沙田 可以在這裡跑得那麼近 其實最近最近洪海風帆也不是跑得好 居然也過了家應勇士 那家應勇士不好,其實就不是其他人好 是的,所以水準值得相確 在這個末段提速也看到,整組碼都停止了 其實差不多 因為總時間你看到,他比那場新馬還慢 所以水準不是很高 不過最後,有些人對精彩勇士都挺有信心 都落到飛燈 專家好像也有綠燈,對嗎 專家綠燈,洪海風帆綠燈 都看得很準,沒有說不厲害 因為其實精彩勇士都慢閘了兩次 已經混物惡惡 這次動一些配備,跑得很快 他覺得他好像有點嚴賤 因為他通常很快閘,慢閘了兩次 他動一些配備,大家都知道 給一些新鮮感 但這些可能是試的 行不行,不肯定 不肯定,不肯定 但是燈告訴你,他不僅是試那麼簡單 居然頭四名有三匹是燈馬 就是那三匹而已 今天希斯的馬都很神奇 要看之後怎樣拼 入下半場就來了 拼了馬,之後再出會怎樣 好,看看六場賽事,接著來再看 下一場第七場 第七場,四班,千賢米利 都是杯賽,獅子會杯這場 三天的尾關 好,起步的時候出得齊 快一點街運發,又是希斯的馬出來 接著出來,初出馬老班精神 就在外檔 外檔那邊,新力和真好運 會不會放頭呢 試襲放頭已經想捉住 但是這次 再跟著馬羊羊大道 外檔有另一筆初出馬 敬先生,夾著中間白衣 金匯星星 熱門這隻正乙都很厚 外檔還蓋上來電腦10號 都過了他 然後還看到大千無雙 尾非凡達 包尾暫時超勁火力 轉彎時,街運發埋倒 難帶頭 老闆精神就走二疊 三疊上來電腦10號 然後新力真好運 敬先生是走三疊的 再接著馬羊羊大道金匯星星 這時候這隻正乙 尾四在外檔 來這位很不利 在面那三隻 大千無雙 非凡達 以及扔出外檔的超勁火力 進來之後直到的時候 前面你看看的標 一對其實都賺光了 因為捕捉很慢 街運發老班精神 單打獨鬥 身力又不太厲害 其內反應也不太 外面真好運也不多 正乙在哪兒 暫時在外檔 還不是很厲害 最後幾步的時候 單打獨鬥 街運發又是稀師的馬 但老班精神初出馬 兩匹馬一路拍著鬥鬥 終點 初出的老班精神贏 街運發第二 第三名上到羊羊大道 第四名仍然是新力 這些單打獨鬥 賽職優不優秀 但就賺了一個萬步速 最後的提速很快 因為這樣好像快地 開22秒02 後面那些當然追不到 對,後面有些開21個多 也沒有扶 其中一匹就勝利 但如果你看兩批人氣高的指示 似乎未必說… 好像不是很厲害 未必說證明很多 我有些保留 因為你其中一匹是街運發 街運發跑這個路程 現在第14次都沒贏過 其實 那些經常上名 但其實贏的次數就很少 老班精神 你看他們直路 其實一邊出邊入 他們用出腳都很生雅 都能贏得到 抬腳很高的 踩下去的 但你不要管 兩隻在前面脫掉了馬群 有能力一點的那隻 當然是盼盾那隻 不過你今天這麼跑 我追不到的 不過今天潘頓跑清 全部都是大二門 全部都輸了 老班精神 又扁入又扁出 然後又進又出 這樣也贏 那就是那群得禮 帶他回來 看一個分段時間 很慢 就是頭兩段都慢 24秒32 第二段22秒66 末段就很快 22秒02 總時間1分9秒剩 丁冠奴這隻馬一出即勝 我叫班德禮 聽聽丁冠奴怎麼說 其實賽前的信心都不大 因為他試習試得好 只是那貨習 但他始終都是從兩歲馬試 我覺得他會跑得好 贏因為這場馬是有點驚訝的 他是很黑的馬 很鬥心的馬 先頭覺得他千二是會短一點 所以打算這場馬都會跑得好 但是很近 但是現在證明了 是千二 暫時來說是適合路牆 遲些可能是千四會再好一點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資料 人氣高知智 剛剛這場是包Q的 老班精神街運法也是 你看到近期人氣高知智 成績都不錯 不知道是天氣的場地 很適合他們跑 你看到我們這裡列出了十隻 最差的是跑第四 其實也有很多上名 當然有些是重複 勇冠群英,有些是街運法 但是普遍來說 近期的演出都挺穩定 不過有一個特別的就是 這系馬通常都是上名率高 贏的次數比較少 其實上半季這系馬 捱打捱得很厲害 也不是真的跑得那麼好 而且一出即勝馬 是比較少的 你說初出要追這系馬 其實如果過往計算 就不是很著數 Michael剛才說的一件有道理 我以前也做了一些統計 其實很多時是同駒馬 在同一馬或是同一節賽事有表現 可能如你說的條件相約 大家都需要這樣的條件 或者遠遠的路 或者天氣 或者其他各樣東西 同駒馬有時就是有這樣的特性 可能這陣子真是天氣 或者適合發揮都還沒頂 統計 數字上 你說數字上就不會很多 沒有做這些統計 不過大致上都是記得有些差不多的東西 都是好像有時候… 不過可能豪華房車比較多 同一日表現好 其實你也看到的 其實之前我們也做過一些例子 每天都有幾隻豪華房車 也好 至於這場賽事 剛才也說過 可能水準也未必很高 有些保留 你問我自己有些保留 貴宗打後飯是賊組的 很多時候都不高 老實說 無論是菊組也好 田組也好 賊組也比較麻煩 新力這些馬好像沒甚麼進步 我想他要重複你磅 他比最初來的時候 我想跌了三十多磅 他跑一下跌一點也不覺得 跌一點也不覺得 要養壯一點 好了,這場不是很高水準 不如看下一場 下一場是第八場 這場高水準掛 二班千二 不過會不會報速更慢一點 水準就夠高了 因為班次高一點 不過出馬少 起步的時候應聲彈出 熱門的幸運遇見 是熱門之一 臨場最後大門不是他 我們當非英奧場都快 接著出來 旺旺神區起步第三 反而扣女華麗再勝 臨場成為大門 他暫時停在第四位 再跟著馬 魅力寶區英雄豪傑 暫時暫時是爭友 轉彎的時候 前面的幸運遇見 看看開多快 暫時帶著頭很輕鬆 停在非英奧場 24秒91 一圈很慢 跟著一對沈集成的馬 旺旺神區華麗再勝 然後是英雄豪傑 魅力寶區 包美的爭友 暫時暫時 暫時就夠吃虧 看是怎樣追 差不多進來最後直路的時候 前面還是幸運遇見 撐住戴 非英奧場一直拍著他 沈集成那對 看看走出還是走入 華麗再勝是走出的 就在內檔 博位上是旺旺神區 魅力寶區外檔上了一點 跟著英雄傑走到內檔 包美仲是爭友的 前面的暫時 原來還慢他第四班賽事 所以幸運遇見就賺了 非英奧場也賺了一份 所以華麗再勝 現在 綁輕也還未過到非英奧場 前面就看來賺贏了 幸運遇見 第二有沒有華麗再勝 你是大熱門來的 結果過終第一名 幸運遇見 華麗再勝很辛苦才取得了Q 第三名非英奧場 第四名 旺旺神區 那班再永遠的暴速都是很慢的 沒辦法 爭友上一次放在前面 沒有人替他擦擋放鬥 這次一定不會快得過 千二當然在後面 不過又遇到慢暴速 真是 很慢 剛才也說22秒02點追 這場的末段可以21秒38 現在是21秒30多 坐火箭也追不到 不過希斯今天那些馬雖然變身 有些都叫做 他也是有些配備上 要移動一下 給一個藉口 這隻都除了頭罩 那快點跑回千二 始終你非英奧場是千四馬 其實這個路程也是怕他速一點 你看到騎下去 大家的爆發力很不同 要他爆發就爆不起了 但他又不會停 如果他自己搶得到 就是搶得到放頭會好一點 他又搶不到 遇見頂著他 那他就比較難搞 第三都恰好 後面就是旺旺神區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階段 真是短了千二 今天跟著的位置挺漂亮的 看看第二名張照片 華麗再升 終於都過到那隻飛鷹奧場 看看一個月再慢一點的分段時間 24秒91 頭斷第2點22秒 27目斷21秒38 總時間1分8秒56 其實你說的旺旺神區 他到二班他都好像少少慢慢緊 暫時 升了上來二班的職位 就不算很漂亮 當然華麗再升也是升 但華麗再升這三班是很厲害的 除了上一場什麼重訪 地又黏 諸如此類之外 巴道也不騎魅力寶區 巴道騎魅力寶區 金貴 不知道兩邊一嬌 都不會飛他 他自己也騎這隻 所以華麗再升的情況 跟旺旺神區有點不一樣 旺旺神區證明不夠 不過試過在一些不好的形勢下 都追得近那種 沒有真是上名的 看看是否真的要上千四 不過你說不選魅力寶區 其實不選魅力寶區也不錯 其實今季魅力寶區 雖然成績好 但在田草其實Q也沒進過 田草千二 泥地 福草 現在似乎泥地還適合他 還有一些突破 曾友本來是很合適的 不過如你所說 這樣的配搭 真的合適也沒用 不用怕,沒份了 這樣就實在 弄了幾個引擎也追不到 但其實他也追的 他後面算追得不錯 不過你沒用 二四也追不到 你開二十就要 所以這一組 退出了精算部說 整組都比較… 又不是很特別 幸運預見要贏 其實之前幸運預見 在這個路程都已經開始失望了 根本 所以才上千四 好了,看完八場賽事 如果沒甚麼 不如休息一會 回來再看第九場